你觉得韩国瑜 韩国瑜他还会有野望吗 就是说他会不会还在想说 参与2024呢 他是不是一个付出的举动 他的政坛起伏 跟他未来的动态 你应该很了解他 中间见过面嘛 对不对 他是一个非常爽快的 一个好兄弟 那个性非常开朗 也这个天天有灵光一闪 灯泡亮了又想到什么 哇他的点子王 想法很多 他也是蛮积极的一个人 当然他成绩了 大概有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 在这个时间要出来跟大家进 我觉得很好 好在哪里 我觉得很好 因为毕竟在公投过后之后 这380万人还是有出来投票 支持这四个议题 干同一票还是有380 90万人 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对 不弃不离的选民 我们要给他们感谢 应该更多人站出来 让他们了解 我们都还在 大家一起啊 力量的集结 力量的集结 我还是这句话 一点 一点敷衍的味道都没有 就是说 大家都要贡献自己在 在这个角色上 能够提供的力量跟方式 因为你看民进党 他不管你站在哪一个角落 他统统欢迎你进来 反正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那你认为韩国瑜 那个他还没一些政治企图 一定有嘛 政治人物他莫名平常冒出来 只是敲敲门而已 他的他的政治能量是非常的高 你觉得现在还是很高 政治能量非常的高 不像过去 不像过去 很多可能很多人 谈话一现 但是我相信现在国瑜 他的政治能量 在这一次再出来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股旋风 你觉得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一股旋风 即使他中间没有什么动作 有层级 也没参加公投只是发发脸书 你认为他再出来 还会有一股力量 那这股力量怎么用呢 我们当然希望他是 在这个国民党 用在国民党 跟民进党在冲撞的过程当中 在一党一定集中力量 所以国瑜他的力量 跟国民党加在一起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就会感觉到 高度的威胁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